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现在来到了福建的厦门 在福建厦门市中间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山谷 据说是我们城的厦门最可怕最神秘的一个山谷 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迷路甚至消失在这个山谷里 那么这个山谷就可以称之为滚蛋谷 是不是非常神奇呢 那么今天呢 然后看一下就一起带大家去探面一下 叫做神秘的山谷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到我眼前这一条呢 就是滚蛋谷的这个山谷了 远看了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 虫山上滚落的一颗石头 又像那个鸡蛋一样 所以这里又称之为滚蛋谷 那么这个滚蛋谷也是我们厦门民间 这些户外探险爱好者 自己发现了这么一个景点 来到这个滚蛋谷去爬山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体验 走吧 哈喽 是时候展示我的鸡蛋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滚蛋谷了 我的新鸡蛋谷也是整个山谷中最危险的一段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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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么简单 跳这么轻松 我感觉像 我感觉可以跑步的感觉 那如果你要是踩错一步 可以跳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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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所以跑过来了 哇 一二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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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哦 我还是 对对对我用力 引啦 对 好了 哇 哈哈 我怎么突然有点缺氧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滚蛋谷最危险的一个滚蛋石头 现在我的队友呢 可能正在尝试怎么去爬上去 被围困在这个滚蛋谷了 据了解的每年有 下门这个滚蛋谷发生 这个救援事件 最严重就是直接 从山上滚下来发生骨折 最简单呢也就是 迷路 所以说大家来攀爬这个滚蛋谷 还是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和物质的准备 看一下我们的队友 正在被两块石头困住着脚 哇不错不错不错 加油 那个小罗把他屁股顶过去 对对对好 谢谢 自军先下去然后从下面接他 小心小心扶在他 好这就对了嘛 你就包 你就包 然后他就包 你包把它扔上去 你包把它扔上去 不要滑下来 滚蛋了 滚蛋了 你们可以过来吗 我们可以 我们这简单 成为了 把小罗把他扔你 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